今天用非牛顿流体来做一个淀粉的眉粉块 这些眉粉块买的时候全部都碎成渣渣了 这一块还算是比较完整的 但是也裂成了好几半 然后呢我就直接给它浇上我做的非牛顿流体了 这一个做的是比较细一点的 直接给它倒在我们的眉粉块下面 再来撒一点装饰物给它调剂调剂一下 搽isa